中医能治疗抑郁症吗 大家好,我是王医生 前几天发了一篇中医治抑郁症的文章 下面很多网友就在下面留言 说中医不能,谁能 今天我们就探讨一下这个话题 在临床上我们常常面对一些偏于抑郁倾向的那种人 就经常生闷气,怎么着也不开心 不喜欢说话,也不喜欢和人交流 心情烦躁 还有个症状就是经常失眠多梦 容易累 你像这个时候呢 我们常常可以参考这个李克老先生 调理这方面的经验 李克老先生他自己说 他用一个精方调理了一百多例 这个抑郁症的这种情况 通过这个案例呢 我们充分说明中医在调理这个抑郁症的时候 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 上精神抑郁的药呢 有的一吃呢 可能终身就立不了了 我们李克老先生用的这个精方是什么呢 他的思路是什么呢 这个就是一个四泥汤 四泥汤呢 他们说是偏于急救的 他的理论依据呢 就说这个邵阴病 邵阴症病 麦威系 淡于魅 所谓这个淡于魅呢 就是精神萎靡不振 身体疲乏 呈现中似碎非碎的这个状态 这个邵阴呢 他有一个寒化和一个这个热化的两种情况 心肾阳气衰微呢 就无力鼓动血型 他们认为这个卖微是惊险少的这个原因 我们说这个邵阴病啊 是以阴血亏后的一种虚衰的这种病症 看这个阳气衰微 对不对 像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皇帝内经 《圣记通天论》里说 这个阳气者精则养神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说你这个淡于魅 就是这个阳气 其实是不能睡的 因为这个阳气不能养神呢 所以就出现这个精神萎靡的这种情况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四泥汤啊 是偏于急救的 我们是说他这个理念 知道吧 就是这个以补阳的方式 就是这个精神萎靡不振 抑郁症的那种人呢 也是精神萎靡不振 这是以四泥汤提供的一个思路 因为李克老先生呢 他就是用这个四泥汤这个思路 应该振奋人的阳气 那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可以看到 治疗抑郁症呢 是以补阳气为主 那这里呢 我们要说清楚一点 抑郁症都有哪些症状 是哪些症状 是这个是以补阳气为主的 首先就是这个情绪比较低落 总也开心不起来 长时间的这个低落和消沉 刚开始呢 可能是闷闷不乐 但是后面呢 长时间的情绪消沉了以后 就会对生活放弃希望 甚至和悲观 痛苦 包括悲观掩饰呀 感觉到比起什么事情都比较绝望 甚至还有的呢 就有这个自杀的形象 总觉得不想动啊 也不喜欢出门了 对不对不想说话了 总觉得身体偏于僵硬 甚至身上呢 还有这个疼痛一类的 包括有些胸闷气短了心肌啊 甚至包括这个心脏病的那种呢 我们知道有一种叫宾死感 这种呢 他总感觉生活没有意义 说白了就是 人整体看起来没精神 那这离可老中医呢 就认为在这些问题上呢 都是因为阳气受损 干气淤结所导致的 所以我们根据这个理论呢 简单的一个道理 就像这个春天呢 为什么春天的万物复苏比较快呢 因为春天呢是阳气生长的时候 形容冬天呢 才常常说这个像冬天的一样寂静 人意的情绪也是这样 只有夏天热的时候 热闹热闹嘛 我们就这么说 是以这个补充人的阳气为基础 再有就是树干礼气 我们常常说这个干气挑打 干住输卸情质 输卸水无精微 所谓输卸情质就是管理情绪的意思 就比如说你这个今天心情不好了 有的人说他喜欢到户外 去这个为什么到高山上说大喝一声啊 包括现在这个有点的锻炼 那个老年人就这样 把这个浊气给排回去 这是一种输卸的一种 另外呢 有的人呢 是喜欢出去运动 出上一身汗 但是你喜欢运动 出上一身汗 这种调理程度 其实就是这个阳虚的这种情况 我们这个阴阳调理到一顿程度的时候 他会出上这么一身汗的这种情况 因为李可老中医在他的这个经验理论面就说了 有的人就是以这个发汗 因为我们知道阳加于阴而为汗 首先你有这个阳气 人之所以出汗 就是因为有阳气的这个原因 当然我们说这病汗是一种 因为这个精神抑郁了 你整体的这个精神是偏于这个凝结的 我们用这个温阳和树干的办法 把这个身体给打开 精神同时也能打开 就是这个道理 当然偏于抑郁症的 是一个很沉重 而且很漫长的话题 除了用药 自己的精神调理也是一个方面 但是从中医的角度 我们还是以辩证加上灵活性 这个是我们治疗任何疾病的一个基础 当然对于抑郁症这一块 我们可能常常要考虑的 可能是病程的时间比较长 用药可能是比较精细 因为它受情绪化的管理 比较严重 但是通过我们中医 包括离可老中医这一套理论 这个补养为主 然后用这个树干里气的办法 其实有很多时候 在抑郁症这一块 还是能够收到不错的这个效果 好了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 观众王医生 一起做中医传承人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